哎呀 心心念念的飞鱼 咱们又来了第二趟 在饭店一直在想 如何挖更多的宝给大家 那么 原汁原味的忠实呈现在这边 我们请这位漂亮的小美女 怎么称呼 海伦 海伦呢 对这套机器比较熟悉 我们请她来帮我们做介绍 好 现在这款呢 就是我们头两天刚推出来的 SPG2 手机稳定器 它在之前的版本上 SPG1带上做了很多改进 首先它这个防波件 就是最大的亮点 当我们出去下雨的时候 拿上你的8PLUS 是不是带上我们的SPG2 SPG2也可以出去拍 好 这个就是第一个亮点 然后第二个亮点呢 就是它增加了这个 磨焦环 它是可以控制 搭配APP去控制 手机变焦 焦点虚化也就是跟焦 跟焦的功能 然后还有可以调 ISO 白平衡这些相机参数 还有我们为什么叫它磨焦环呢 因为它还可以控制 像手机的三轴 像这个盆滚轴 然后还有这个 航向轴这些三个轴 切换去控制的功能 然后还有它增加了一些 市面上比如说常见的这种 烈影模式 我先复位一下 然后烈影模式呢就是按住它 然后快速的去 快速的去追逐这个拍摄对象 或者是用于快速转场的 这种拍摄场景 还有就是它的一个 横滚360度的一个可控的角度呢 会让我们拍出这种 盗梦空间式的 OK稍等一下 我先切换到这个 全跟水模式 然后去控制它的一个 对 控制它的一个 摇杆它就可以 实现这个360度的一个转动 因为这个摇杆的话 可能有的时候控制不是很 平 嗯 OK 对 然后它这个 就可以旋转的去拍摄 突出那个主体 然后还有一个 金针家的一个 全跟水的模式 就我刚才切换到的 可以去拍那种 漫步太空式的 这种私众的那种感觉的 这种片 就比较个性化的 这种突出主体 都是非常有用的这种技巧 然后复位的话也是可以通过后面这个弯机键 然后如果你只想控制这个横滚的话 它还可以用后面独特的这个调整键去直接调整它的一个横滚角度 这样也是非常个性化的一些控制 然后它这个可控视频录制 可控照片 这种就是很常见了 基本上 还有我们 呃 还有一个比较便捷的方式 就是可以直接 双键结合去切换它的一个 竖拍方式 对这个就 我先复位再给你们演示一下 可能不是很精准 这个的话要水平拿着 然后按住后面这个键 再加上这一个功能键 对 对 对 这种就是直播模式 网红的 非常实用 然后要回复到横屏的方式呢 就直接这样子 复位 就回来了 就相对于竞品这些就是 拧开再转的这种方式便捷了很多 一秒切换 基本上 还有 对 忘了 还有一个这个 耳机孔的话 是我们这个 新增加的这种蓝牙收音的功能 之前我们在直播的时候 就如果要收音 是不是从这个耳机孔去增加 对 所以说我们现在 采用了这种手机跟稳定器蓝牙连接 从这个手柄这里 然后再通过 譬如说像这种直接的麦 或者是像那种无线传输的这种 来一个这边接一个收音头 然后那边来个实音头 这样子就是可以通过无线传输 来增加这个收音的效果 对 这个就是为直播而增加的一个新增的亮点 这个钮 这个钮 这个钮是设置键 它是可以 WiFi的吗 不是 它是可以切换这个APP的那个工作模式的 对 它是一个比较简单的键 谢谢Haren精彩的演示 我这边跟大家强调 当这项产品 已经具备这样多的功能的时候 我们会把它归类为专业运用 但是你也不要认为专业运用它有多复杂 你也可以全自动运用好吗 也就是说 价格非常清明合理的全金属工艺设计 在地球上已经不多见了 我指的是手机的部分 因为手机的部分 因为已经血流成河了 再继续做金属这种CNC车件的产品 说实在的 店家也很辛苦 对我们这些成本确实相对很高 真的 再加上最近的这个电费啦 还有人工都不断的上涨的情形之下 这一类金属工艺产品喔 真的是不堪负荷 但是也是得做 因为要做就做唯一吗 对的 因为大家都退出了金属市场了 大家都跑去做塑胶了 所以非语德坚持有一定的道理 因为路要走得更长久 东西不可以开玩笑的 还是要坚持 好 这么多的细节告诉各位 三个轴的唯控呢 创造你精细的拍摄 也就是专业摄影师他们所要的 那么一般人呢 用这些东西呢 就是让你有更简单的操作手感 来要拍出你想要的画面 其他的部分呢 我们回台湾呢 会针对SPG2把它做细部的分解 针对网红的拍法 针对微电影的拍法 针对戏剧的拍法 针对新闻采访的拍法 我们都会一一箱套件给您做起来 让您能够在各种情境下使用它 做到器材的完美搭配 人机一体 谢谢海伦 谢谢 谢谢 您这个推往五个产品籍 您这个推往五个产品值 您这个推往五个产品铁